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温哥华天空新闻 今天是8月25日星期五 我是奎妮 加拿大麦当劳价格悄悄暴涨 有美食净翻了一倍 麦当劳可能是大家买咖啡用早餐 吃剧无霸或者是奖励小朋友开心乐园餐的好地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加拿大麦当劳最近涨价了 最近Reddit论坛上的一条帖子迅速肘红 收到了800多条评论 楼主问大家是否有人注意到快餐价格 尤其是麦当劳的价格最近涨了多少 原田写道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认为 今年快餐价格变得非常荒谬吗 楼主表示 仅仅8个月后 他注意到鸡肉松饼的价格从1月份的2块4毛9 涨到了4块9毛9 几乎翻了一倍 铁字一出 网友们炸锅 显然楼主并不是唯一一个 注意到麦当劳在2023年涨价的人 因为用户表达了他们对麦当劳薯饼 现在售价2块2毛9 加完税后2块5的烟雾之情 薯饼咬两口在10秒内吃完 居然要2块5 用户在旅游区的网友说 他们那里薯饼卖3块1毛9 有人说 薯条价格才离谱 5到1份薯条疯了 这价格可以买2公斤的冰冻薯条 在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 更好吃 有网友说 昨天我买了一份外乐鸡 6个鸡块 要接近12道 差点被价格吓尿了 很多网友开始回顾过去比价 麦当劳汉堡双人套餐去年11块9毛9 今年竟然要18块9毛9 过分了 一名网友写道 几年前我通过APP点餐 花6刀可以吃到一顿巨无霸餐 现在如果花10刀买到同样的东西 已经感觉到很划算了 差不多贵了70% 还有网友表示 不止麦当劳贵 其他的快餐店也是一样 Tim Portens买了两个卷饼 一杯冰咖啡和甜甜圈 花了28 太不值了 另一条评论 更准确地概括了大家的感受 快餐不再便宜了 现在只是为了方便 大家还是自己做饭 又健康都省钱 白花15000刀 温哥华屋主后院搭车棚 少干一件事 有温哥华粉丝最近抱怨 说自家偷偷安了一个车棚 结果被邻居举报了 庄花了一万刀 拆花了5000刀 现在还被市政府盯着 现在想想真的是得不偿失 网友说 自己家几年前拆了旧屋建了新房 但当时没有做车库 去年觉得需要在院子里面搭一个车棚 又想想不是多大的工程 而且也不碍着别人什么事 应该没有人管 没有向市政府申请取可证就建好了 然而很快就有市政府的人员来家里敲门 并要求拆除 还加以罚款 在加拿大 建筑和装修工程 在很多情况下 都需要事先获得政府的建筑许可证 及building permit 并且在施工的过程中和完成后 要接受市政府官员的检查和验收 具体规定可以到所属市政府的网站上面 进行查询 以温哥华市为例 以下改造需要申请建筑许可证 任何新的建筑 包括新的建筑物 及在现有建筑物上增加新的空间 改变现有商业空间的工业使用 破建现有房屋 例如在现有房屋中增加副套房 移动车室内墙壁 对现在的水暖电路 或者天然气管道的装修工程 结构性的维修 结构性变更 指涉及建筑物的结构 机械 电器 管道 消防和供暖 通风和空调系红的任意变更 包括建筑物支撑构建的任何变化 地基 承重墙 柱子 大梁 屋顶和外墙的改变 多单元住宅楼防火隔离的 干墙维修建造或改造车库 藤屋或阳台为新的或现有的商业空间 进行翻新或租户改进 有关建筑许可证的疑问 可以联系发展和建筑服务中心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Services Center 临近开学 加拿大华人留学生突然被通知 不准再返回学校 一名16岁的留学生被学校开除 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 而是因为魁北克的语言法96号法案 Juliet是一名中国公民 持有学签来蒙特利尔生活了4年 City Way为了保护他的身份使用了化名 但就在他即将迎来最后一学年的学习时 魁北克政府告诉他 他不能再回到自己喜欢的学校了 Juliet被允许进入ECS 因为他有学习证书 Started Certificate和临时英语资格证书 Temporary English Eligibility Certificate 但博州他收到了驾驭厅的一封信 称他不再有资格接受英语教育 他说当我接收到通知的时候 完全毁了我11年级的梦想 从9年级开始 Juliet就在西山的私立英语学校ECS上学 这所学校接受一些政府资助 因此必须遵守语言法案 他的学习证书需要每年更新一次 但在这之前都没有问题 然而信中指出根据96号法案 英语资格证书的规则已经改变 Juliet只能在成功更新学签时 才能一起更新学习许可 他认为这是一个过分的要求 感谢您收看温哥华天空新闻 我是Quinnie 我们下期再见